秉持着为华人社区服务的精神 绞生医疗中心 目前已经为民众注射超过三万剂疫苗 且从义工培训到环境动线安排 再到消毒机制 全都依照最高品质的防疫标准 我们的志工你看到的人 其实我们都打完了两针 所以我们本身是应该有足够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注重这个消毒的工作 你看到我们有人专门是擦这个桌子等等 是我们能做的都尽量做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六尺的社交距离 街角生医疗中心还提醒民众 即使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在防疫政策上依旧不能松懈 不论你打第一针或者你已经打完第二针 我们仍然需要戴口罩保持距离 然后不要去很多很多人的地方 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吃饭的时候才把你的口罩拿走 然后呢尽量不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而面对交生疫苗出现血栓病例的情况 许多人忧心是否应该再接种其他疫苗 确保安全 医师也给出专业建议 专门就是打一针 所以不用打第二针 麦德纳还是发现不需要的 现在的那个 他们也没有打完一针以后 那个疫苗可能要六个月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了 应该在美国不应该打第二针 其他的 不要两样一体的 强调防疫不应该受到语言隔阂的阻碍 交生医疗中心贴心提供双语志工帮忙翻译 顺利完成疫苗预约和接种等一系列相关作业 守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安全 东医生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